我相信我们的帽子叔叔的全部的投入 我相信这些东西的话就说还是回家 只是说比我们的客风回家要稍微要晚了一点点而已 好的 非常感谢你 接棒谢客风一定就是一个个家长成功上岸 好吧 等时退出 暂时把你移出我们连麦的浩浩省心好吗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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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加油 好的 好 接下来三个人员的是我们的浩浩 浩浩行群 浩浩这个网友可能是你的粉丝 一直在呼唤 一直在呼唤让我们连麦你 谢谢 来你介绍情况好吗 行 那个都市现场的杨绿主持人 还有说秦帅弟弟 还有那个 秦桑妈妈你们好 我是一名行群人 我是被杨范子给卖掉的 大约在我两三岁左右 九零年九一五二这个时间段 卖我的是个四五十岁的男人 他把我卖到福建省福田市 我被卖了五千块钱 然后是原范子把我带到福建福田之后 他是通过当地的一个六十多岁老太婆 这个老太婆当中间人 就是老太婆参与卖我这个老太婆 他不单单卖我 从他手中卖出来的男孩子女孩男孩男娃和女娃有三千人提布 希望大家能够提供线索 我小时候会吃辣椒 讲普通话认识汽车 希望大家能够提供线索好吗 你几岁被卖的这些细节你怎么都这么清楚 是养家的人告诉我的 我为了找亲生父母 我向他们去了解这些情况 就是你的养家把你的真实的身份告诉了你是吗 是我自己问的 然后他们最后承认了 本来是隐瞒着我的 所以你被拐的时候你是有记忆的对吗 对亲生父母没有记忆 但是我被卖到福建那个家庭的时候 我一直是讲普通话 因为福建人讲女男话 讲那种女男翻译 讲福建的本地翻译 他们不说普通话 但是我小时候我会讲普通话 因为我被卖到福建那个家庭之后 我看到马路上的汽车 就追那个一边追一边跑一边哭的说 反正说我要我要找妈妈我要坐汽车回家 所以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同年我亲生父母家里有车 还是说我们家是城里边 还是说家是在镇上的 反正小时候看到汽车就哭的说 我都去说回家 其实我们真的是期待孩子自己主动的站出来 来寻家 就像现在浩浩一样 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那么现在也是了解到 大概了解到自己当年的一个情况 大概是90年后91年 被拐卖的 然后被拐卖到福建的土田 那么现在也在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今年33岁吧 大约吧 大约吧 找父母还是有父母找孩子的 都能找那堂子 都能找到 嗯 那个这个 工作吗 这个都市频道 这个你们是新闻媒体 我想给你们 对我们是媒体 我想给你们曝光一个事情 就是当年卖我的那个老太婆 他手里面卖出去的男孩子女孩子 最起码有3000人 你怎么知道这些信息 有没有向相关部门进行介绍 没有 因为我是单餐匹马一个人熊亲 我就是我没有那个迟到 去讲解这些事情 那你这些信息是从哪里来源的呢 你怎么这么清楚呢 因为去年我去福建那边去走访 了解线索的时候 我从养家的一个叫姑咋嘛 就是皮肤的老公叫姑咋 我从他手中得知到的消息 就是当年跟人患者 和那个60多岁的老太婆中间人 特别是那个老太婆 他从他手里面介绍 迈出去的男孩子 最起码他们是估计同步 起码有3000人起步 所以我一直在想说 90年代初七 那个60多岁的老太婆 是怎么样的本事还是后台 能卖 能卖男孩子 女孩子 能卖3000人起步 这个3000年的数量 是人家估计保守说的 还不敢往上讲的 这样的我们可以把这些信息 向相关部门去报案好吗 我们共同努力看看能为更多的家庭 带来一些什么更多的时光好不好 这个信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好吗 我们当地公安 我们可以去报告案好不好 我们把这些信息 如果知道律师识别 向科老子叔叔们 进行报告好不好 好 然后我想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照片 这个照片是我小时候大概七八岁 最多也就是八九岁的样子 是我被卖到福建 补贴那个家庭之后拍的这个照片 大家帮我留意一下 随家丢的孩子跟我手上这个照片有点像 大家可以向我提供信索 我在寻找青春父母 因为很多人说我长得像少数民族的人 说我的五官长相眼睛很深醉 我鼻蓝高 我手说我的照片这个眼睛 他们说像什么 因为我耳朵也说像回祖的 大家关注一下 大家关注一下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给我点个关注 因为我的流量很小 我寻青我需要流量 我希望更多人能够给我点个关注 然后因为有流量我好扩散去能启示 我出现在走音上的目的是 寻找我的爸爸妈妈 因为我妈妈把我生下来给我生命 可是我的人生很遗憾 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见过我妈妈 妈妈长什么样子 爸爸长什么样子 我从来没有过一次生日 真正的生日 因为我是被外卖的儿童 所以我从来没过生日 我也不知道家在何方 我好想喊一声爸爸妈妈 可是不知道对谁喊 我不知道家在哪里 然后我这些年是一边游浪 一边寻找青春父母 我今年去了贵州 四川 云南 管兴 我今年出去除地走法 我去大山 去大山生去云贵川 我跟他找父母 找了三个多月 就是四个月 但是又没有找到 其实你的相貌特征的话 还是很有辨识度的 有没有人就是说 根据你的相貌特征 然后去给你做一些分析呢 你说像贵州的 还是像广东的 有很多网友是说我长得像云贵川或者是新疆的少数民族 因为我的就是我说我说个题外话就是我以前上班的时候那时候年纪比较小揽了个头发嘛 然后就是有一个顾客就说我他说这个小伙子怎么那么像像老外 可能 可能 我觉得是很有测动电视部的 我的眼睛很深水 凹进去的 然后体感高 五官比较立体 所以我也不知道我是哪里的 我就希望大家能够提供线索 让我早就找到父母 因为我时间一年一年的那个增加 年年一年年大 我希望有生今年找到父母 家里穷 我们家住在祖母拉马峰 我也愿意回家 但是希望大家能够提供线索 不出别的就是希望在有生今年活着的时候 就是我想知道我的人生处处在哪里 想好一生爸爸妈妈 真的好想回家真的 好的 好好其实你的粉丝很多的 应该说你的粉丝都特别喜欢你 都来我们的媒体的这个直播间 来帮你喊我们圆埋你 因为谢青帅今天也在我们直播间 我希望你们呢 早日也回到父母的身边 好吗 今天大家的那一番话呢 也让中国寻补家长更有信心 我相信呢 他们也会像青帅回到家中一样 和睦的相处非常地临洽 好不好 谢谢 然后那个青帅弟弟 可不可以麻烦你个麻 你说 那个可不可以让你的粉丝来关注我一下 因为我粉丝站比你小 我喜欢说有人 我不拍直播 关上青帅提示 当中好破线可以吗 可以 没问题 大家就是关注一下浩浩行星 然后如果有消息的话 就可以信心他或者信心我 谢谢 然后青帅弟弟 我们来互相关注吧 好不好 我给你点关注 我们互相关注一下 如果有什么的话 都之后 因为你行星成功了 你有纪念 我有什么 我可以请教你 好好好 谢谢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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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那就再见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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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想问一下谢妈妈 就是刚好是不只站出来想怎么找爸爸妈妈的 那么之前在找到青帅之前 遇到这样自己主动站出来的 有可能有线索的 你们也会去现场看一看吗 会的 对 青帅回归之后 哪些人跟你讲了一下 爸爸妈妈当年找你的过程的一些事例吗 你听到那些什么样的故事让你感受替身 嗯 我听到的就是 我 我爸妈就是听到哪有消息嘛 他们就会 就马不停停走过去 当 当年那个年代就刚开始的时候 就说 他很 走很长很长的路啊 到那种村子里 有没有什么交通工具 然后还还要想办法就是问人家 这个孩子的这个信息 这都很难的 嗯 只要你听到 有一丝的希望 对 哪怕天高路远 对 而且那个时候交通又不发达 对 走路都要走不去 是吧 对对很难的 对 对 所以正是因为寻亲路上这么难 好 谢谢爸爸 谢谢妈妈都非常的清楚 亲身经历过来的 所以你们可以 没错 嗯 好 我们看一下还有 我们这样的哈清帅 因为我们也要考虑到你在直播间这么久的也非常辛苦 还有谢妈妈 我们再连蛮一位 这个家长 再连一位 坚持一会儿啊 都不要走 我们也是想帮助一下就是还没有找到家人的这些人 最后一位家长 我们看了这么多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故事有不同的寻子的经历 之前在说有剧组联系你们想把你们的家庭的故事拍成电影哈 因为很多网友就这个也在下面对于谁来演纷纷的出主意 有人说到谢青帅本人出演如果是邀请你演你乐意吗 我可以啊 但是我也很想就是把这个事嘛就是让都传播出去 让大家能够关注到寻心这个资讯上 资讯上 好了 来了吧 梁志峰 梁志峰 爸爸 来 你来介绍你家孩子的情况 网友 网友喊我们连蛮你呢 我连你 我连不上来 谢谢 好 你开始介绍吧 好的 上个直播间的家里面晚上好 我呢 来自江西杆州余渡的一位玄子爸爸 已经找孩子找了28年多了 那自飞是93年出生 95年在福建省厦门市福内区喉山镇 防护身在出租屋里面被人带走的 当时只有2岁8个月大 今年31岁了 我们家孩子当时他的特征后肩绑下来 有一小块中色的胎记 还在也叫浅色的胎记 当时只有一间手指这么大 现在长大了不知道有没有变化 一个头去双眼皮 吃的是米饭 会吃一点微辣 在福建厦门 他会说普通话 会说江西杆州鱼都客家饭 他会说一点福建的米南话 也会听一点 小时候睡觉 只非喜欢咬着下嘴唇 喜欢一个手放在妈妈的嘴边 晚上才能睡着 爸爸的血型是O型 妈妈的是A型 我找我们家孩子 已经早了28年多了 所以说这28年 一直在这条船子路上 还没有放弃 请家里面帮我录个屏 接个图 看一下你们身边 有没有像我们家孩子 长得像的 如果有疑似的 请家里面帮我提供 都是这位两个大二的小姐姐 还有亲帅的妈妈 感谢家里面的支持 谢谢 好的 梁志辉爸爸 我刚刚听了一下 你家孩子都是28年 然后今年是30岁 背部有一小块 这个棕色的胎记 如果找回来的话 这个作证还是能看见的 还是有非常明显的 这样的一些特征 然后是在厦门被拐的 是不是被抱走的 对 好的 好的我都记下了 冰帅也看到了 我们也希望我们更多的网友 能来关注 我们寻儿梁志辉的号 来帮他扩散信息 谢谢 谢谢 家人们都扩散一下信息 帮助帮助这位爸爸 在寻死路上真的很艰难 我谁有体会 是 好的 好的 梁志辉爸爸 感谢大家 谢谢家里面的关注 还请你能够回来 好吗 好 好的 好的 所以说刚才直播间家里面叫我 连都市现场 我说我连不上 我们家里面很着急 他说你赶快连啊 赶快连啊 还有亲帅 我现在是 昨天晚上是 现在这个亲帅这个号 你麻烦你回关一下我 亲帅 因为我下次真的是很需要你们的帮助 我们的孩子呢 早一天找到回家的路 我一天早上是找了28年了 我也是在全国沟地在外面跑 知道吗 因为我从前是找到白饭 真的是 像今年 去年 都是这几年 去年孩子妈妈在外面找 孩子妈妈身体上 坚持不住 受不了了 然后这年就换我又在外面 整整一年都在外面 找孩子 家里面也还有一个孩子的奶奶 84岁了 所以我就说 有时候孩子奶奶一个电话 我又要回来 要照顾孩子奶奶 所以孩子奶奶还没有见过她的孙子 她很小 她的孙子回来 想抱一抱 不想留下遗憾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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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重 很快的 我们两位自为爷爷 都会帮助她 感恩感谢 谢谢 我们家里面 后面还没有露到腿 家里面就帮我露个便 家里面就会再拿一下帕子 我就再指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帮助 但现在的女生也没办法 都现在比我们专业人士 比我们智能 比我们 我是姜师帮助的 家里面 我是姜师帮助人助的 谢谢大家 你们以后开始在抖音上行耳的 啊 没有 我们问谢妈妈 谢妈妈是什么时间 开始在抖音上进行耳 我听不到 哎呀哎呀 秦帅我看到这小子 哇塞 比那天在现场看到还要帅 谢爸爸已经找回来了 肯定下面的谢爸爸也能找回来 对不对 对呀 因为我那天在现场 的时候 说实在的 我去说去拥抱一下我们的秦帅 但是那天的话 我看拥抱他的人特别的多 我也搞得 我也很那个 但是这个孩子的话 说实在的 谢妈我跟你说一下 谢妈 在这里我要说的话 那个儿子太优秀了 太优秀了 我觉得的话就是我 我那天在现场的时候 我看到他在上面讲话的时候 我是躺在那个地上 我是躺在地上 就是整个人躺在地上 拍了一些片段 我这些片段的话 我就全部把它留起来的 我没有 往外面 那个 那天的话 确确实实在现场的时候 能够 我感受得到我们谢克风 谢爸 为了这个 咱们的那个 还为上岸的群体 来做到这件事的时候 我真的是觉得很感动 很感动 特别是这儿子一出来的时候 哇塞 我说要是浩南的话 也是这个年龄了 因为浩南的话 应该跟你年龄是差不多的 因为都是98年了 秦帅我跟你说 你爸爸是群组 他现在把群组已经交给我了 我就希望 结你们的好运 结你们的内阁的话 我肯定就是 下一个我希望就是我们家浩南会的 嗯 肯定会的 肯定会的 那我们那个秦帅说了 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 加油 嗯 谢谢 也感谢我们都市频道 能给我这个机会 昨天晚上的话 我们先吧 也给了我这个机会 但是我在这里的话 我不知道就是说 有时候有时候怎么说呢 就是说的太多的话 下面的人又觉得那个一样的 但是我这个人呢 过性就是这样的 因为就像昨天晚上 我还没来得及把我所谓的信息 我刚才来讲 我的信息还没有那个完的时候 咔咔下面就是来了一大堆 就是什么 你马上啊 快点快点 实际上我觉得连线的话是好的 但是我希望呢 就是连线的时候 让每一个群组家长 真正的能够 我这个人比较值 就是说 把自己的信息扩散了 那我该下我就下 就是这样的 好不好 谢谢大家 哎我的那个 那个排排呢 这些粉丝 这些粉丝感谢大家的陪伴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群亲家长的 这些群子信息 谢谢大家 对正在看播的每位网友 相信都是跟这些群体的 否则也不会陪我们 这么长时间 那么感谢大家的善良 没有 也欢迎大家 对 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去看看他们的信息 去帮助他们的 好那我今天晚上 我就不用去拍子 我在这里说一下 我是深圳 群子 谢浩兰爸爸 大家的话 拿着你的罚车的小手 去帮忙点一下关注 去我的署名看一下 浩兰的话还没有回家 谢浩兰出生于1998年 11月26 于2001年 10月14日晚80左右 在深圳市南山区白石州被馆 到现在的话没有任何消息 他被馆的位置就是距离我们 那个孙海洋就是07年 孙海洋孙卓被馆的位置 他的鞋对面仅仅相差100米 我今天晚上的话 我绝对发现 现在节夜清帅的这个直播间 都市频道的这个直播间 我希望就说在2000年 2000年的农历的 因为谢浩兰是2000年 农历的12月20号 也就是那月20 2001年1月14号晚上 在深圳市被馆的 到现在的话没有任何消息 如果是在2001年2002年 如果是你们发觉有一个 两岁多的孩子 来到你的家里的话 就说跟谢爸联系 跟我们都市频道联系 也可以跟我们高富帅的 谢勤帅联系 好不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的你给我这个机会 清帅回家了的话 我相信他的融入我也看得到 我也经常有时候跟谢克风打电话 我就问儿子的融入 因为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我也要做好准备 儿子说不定哪天回来了 我要跟老谢去学到一些经验 去怎么让儿子 来到这个家庭里面来融入 实际上我每次去每一个 认情的现场的时候 我都会跟所有的孩子去交流 因为每一个孩子的心理 他的想法不一样 他的着重点不一样 那么我们去尊重孩子 我们作为孩子的话 也要去包容父母 这么多年的一个不容易 这就是我心里想说的 我也希望能够做到这样的话 我相信这个平衡所有的事情 都能够处理得特别的平衡 谢谢大家 好的 浩南爸爸 我觉得是这样的 你看青菜是吧 找回来了 马上接下来就是你找回来了 我们希望呢 就是你们找回来孩子之后啊 能够像今天青帅一样的 能够在我们的直播间 继续的帮不及发的群组家长 也让他们有你们的今天的团聚 好吗 好的 谢谢 谢谢啊 谢谢青帅 你接过了谢可锋的群组的位置 是吧 这个群组接下来是要做什么呢 你要问我吗 对 我刚才不听到 谢浩南爸爸 你接过了谢可锋一群组的位置 这个群组接下来要做什么 我现在是这样的 这个群组的话 我要更加的像老师那样去帮助到 我们都还没有上岸的那些家庭 我们的信息一定要做到 互通 那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我一定会做到 让我们这个群组的团体 更加的团结 更加的就是说包团取卵 驱沙城堂 还有一个的话就是 我希望的话能够真正的 就是说去做一些 特别的一个公益的事情 因为我们 不管是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 去扩散信息的时候 就包括我这次山东执行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也看得到 我跟杜霸还有蒋家如 还有宜飞 杨源豆豆 还有我们的这么多志愿者 公益者 我们的话就是说这个路的话 我们虽然是绝对的话 就是说是比较长 但是我们还是要去走 因为我们在一路扩散着 不但是我们还是的信息 而且还会帮助更多的 那个家长去扩散信息 因为所谓的寻情家长 他们也都是这样做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结地棒的时候 我们是应该在那个 经历的情况下 应该是要更加的 拿着我们解开轰的 那个他的一些想法 再加融入到我们一些想法 让这个寻情度的话 变得更加的稍微容易一点 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看 感谢观看